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社交APP设计的课程 这一讲呢,我们开始进行设置界面的设计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原型图 那主要有几个功能选项 然后呢,有一个小提示图标 然后还有一个推出登录 那这个地方呢,它可能是需要去强化推出登录这样的一个概点 好,我们现在打开上一节课的PSD文档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Home页 手页,对它进行这个拷贝并且兴建职能对象 我们把它移动到最右边 然后把整个画板呢,再拉大一点 我们修改一下图层的名字 设置界面,我们双击进入 然后把这个名字呢,改成设置 然后把这几个暂时用不上的这几个图标都删掉 因为我们设置界面呢 它是从我们这个个人资料这个界面右上角这个设置按钮点进来的 所以呢,我们点进来之后呢,这个下面是没有导航栏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导航栏给删掉 好 然后呢,我们就根据圆形图把这几个文本都输入进去 这时候呢,我们最好呢,是可以,比如说我们从这个 我们从这个消息列表这里面,我们复制一个过来 我们把这个名字,然后这根线,这个名字,然后还有一个头像我们复制过来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头像删掉 我们给它 先把 我们给它加一个 我们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是清除缓存 那清除缓存呢,我们正常来讲呢,就是 会用一个垃圾桶 垃圾桶 所以我们在这先简单画一个小垃圾桶出来 垃圾桶图标画好了之后呢 嗯 我们把它的颜色稍微调整的深一点 那么它 修改一下叫清除缓存 缓小一点,然后放到右边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icon有点太大了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差不多这么大,然后往左放一点 因为我们设置设置设置界面呢,其实我们每一行中间信息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没必要给它特别多的空间 所以我们整个把它这个空间稍微压缩一下是没问题的 我们在右边放一个 它的具体的内容 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把右边这个字的颜色呢稍微降低一点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第二项是隐私 账号与安全 我们把这些文字呢稍微对齐一下 我们把这些文字呢稍微对齐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它有一条线两条线 这个地方就说明隐私和账号安全它属于相关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中间这条线呢,要给它挪到下面 挪到下面去 然后后面这两个,后面就不需要再有分割线了 我们去针对每一行去做一下一个调整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第一行呢,我们是给了一个 115像素的一个高度 那如果我们是两行的话呢,应该是刚好就是230 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少了 我们给它 加18个像素 然后把这个字 跟它稍微聚中一下 放到中间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隐私 我们给隐私设置一个按钮 设置一个图标 隐私的话 我们这个应用的隐私基本上就是属于你的 位置信息呀等等 那我们主要呢,就可能 用 位置信息这个图标来表达 你的隐私 颜色 设置一下 然后有一个 账号与安全 那通常安全的账号呢 这这类东西呢 我们通常都是用一把锁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先做一把小锁 我们把这个icon和文字的位置的稍微再调整一下 把这个删掉 下面是关于 关于呢 一般的处理的做法呢 就是有一个information 一个爱 或者说 或者说一个聊天的那么一个小窗口 或者说是直接用logo logo的一个简化版 那我们打开logo 我们把这个logo呢 拖动过来 然后把图层样式给取消掉 然后颜色呢 稍微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整体的缩小 颜色呢 版本更新呢 我们 版本更新一般是用一个向上的一个箭头符号 好 好 然后我们整体呢把这些icon的大小啊位置啊整体的调一遍 我们现在看一下呢就是 关于这个还是有点 太小太单薄了 所以呢我们把它在 把它右边这个部分的 删掉 这样只保留左边这个部分的 相对来讲的 它可能 看起来呢形式上 会和其他的 更统一一点 我们把这几个 图标呢 什么居中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看的就会发现啊 整个整个面板的如果都是黑色的会显得特别的单调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剩下来一个 还剩下来一个这个 退出登录的这样的一个按钮呢 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呢 给界面的再加一点色彩 我们先随便拖一个按钮上来 然后呢大小的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给他加一个退出 颜色调整一下 那 我们现在这样看的显示是 是不合理的 因为 呃我们左边这个左对齐 然后在中间这个地方又是居中对齐 然后 看起来呢 会非常的不和谐 所以我们要把整个按钮呢 尽量的给他拖长一点 然后 当我们这个按钮拖长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就是 呃 就是我们 现在这个退出登录的按钮呢 显得 过于强了 所以我们可能 需要把他呢 呃第一个是给他一个有色彩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同时呢可能还是要 稍微弱一点弱化一点 因为我们可能 不是 不是很希望他一上来就去退出我们的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 把他整个颜色呢稍微调 调弱一点 那 放在下面的感觉会距离太强 太远了 所以我们还是保保留在上面的这个方案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 整个这几个 小图标 颜色还是显得会 过于强 所以呢我们把这几个图标的颜色的 统一的调的弱一点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切换回主界面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设置呢 是从我们这个 个人资料这个界面 跳过来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接近的地方 我们 比较一下 当我们 点击了左边这个 设置按钮的时候 进到这个界面的时候的感觉 那可能我们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界面还是五彩缤纷的 到了这个界面的突然间 就变得 特别单单调 特别黑 就是那种黑白的 从一个彩色世界变成了一个黑白世界 这种感觉呢 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返回到我们的界面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去给这些图标 设置一些颜色 那首先我们版本更新的 这个比较适合什么颜色呢 绿色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 积极向上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们 挑选一个绿色 然后这个绿色呢 最好是不要比这个 退出 登录这个按钮 强太多 稍微强一点是可以的 然后关于呢 由于他们两个是一组 所以这个关于这个logo呢 所以他们之间的差别 最好不要太大 所以我在关于这块呢 我们 选择了一个 类似于这个黄色 但是我可能还要再深一点 因为我们主logo用的是一个 这种橙色黄色的颜色 所以我们关于的是这样的一个 然后账号和安全的 这个 这个通常来说呢 它是一个比较 比较重要 然后比较理性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选择一个用蓝色 来去处理一下 用蓝色来处理一下 然后隐私呢 隐私可能 我觉得 就这种灰灰的颜色 还是 也还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完全是这种灰的 所以我在 蓝色调上的 找了一个灰色 去做它 这样的 就是它整体的 都还是有颜色的 最后一个清除缓存 清除缓存可能是 对大家来说 比较有用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给它呢 也是一个 接近绿色的一个颜色 然后为了让我所有的这些 颜色呢 不太重复呢 所以我可能需要在色相上 给它做一些偏移 我们缩小一下 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到 这两个界面 去做对比的时候呢 就会 觉得至少 在色彩上 没有从一个 彩色世界 突然变成了一个 黑白世界的感觉了 那我们 把设置界面 再 移动一下 把这个整个界面的 关系 离一下 那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就是 把设置界面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搭建的一个方法呢 给讲 讲了一下 然后呢 我们 下一节课呢 开始呢 就要去讲一下我们 退出登录之后 那我们还是会有一个 注册登录的一个过程 我们主要去 讲解一下这些东西 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